大家好,我是刘亦 爱吃鸡腿的朋友 这个做法你一定要收藏起来 不用炒也不用油炸 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了 最适合做这个菜 我家一个礼拜要做上五次 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香味浓郁,鲜嫩多汁 老少煎饮,下酒又下饭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来准备几个鸡腿 我今天用的是琵琶腿 也可以用鸡大腿 或者是鸡胸肉都可以做 把鸡腿表面残留的鸡毛 一定要去除干净 接着放入一勺的食盐 再倒入适量的白醋 这两样主要是起到 杀菌和去除腥味的作用 用手慢慢的翻拌几下 翻拌至表面起粘 像这样的效果 接着放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将鸡腿表面这些残留的灰尘和杂质 很好地去除掉 再次翻拌至起粘后 倒入多一些的温水清洗干净 清洗至颜色鲜亮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着来准备一些香料 非常的简单 少许的当归两小片白纸 一颗捏碎的八角 适量的红花椒和干辣椒 倒入开水先浸泡上 这样干净 而且又更容易出香味 再来准备少许的生姜切成姜片 大葱一姐用刀拍破 然后装入盆中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烧水 开始煮鸡腿 一定要冷水把鸡腿下入锅中 放入少许的料酒去形增香 保持小火慢慢地烧开 开锅后用勺子多推动几下 让其受热均匀 保持中火 汆烫大概两分钟左右 把表面这些浮沫一定要打干净 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 汆烫至汤清亮看不见浮沫 接着下入切好的姜葱 和控干水分的香料 然后盖上锅盖 关中小火 煮至15分钟左右 接着来准备小料 生姜和小葱一定要多一点 先把生姜拍破 然后再切碎 而且一定要剁细一点 这样更容易出姜的香味 剁细后装入盆中 再把小葱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后再用刀 像这样慢慢的炸细一点 这样更容易出葱的香味 斩碎后装入小盆中 再放入适量的干红花椒增加香味 鸡腿通过15分钟左右的组织 这时候已经差不多了 只要漂浮在汤面 用筷子轻轻一擦 不冒血水 然后捞出 装入小盆中自然放凉 再留一勺煮鸡的圆汤 这个用来调制的时候用 接着拎起锅 放入适量的葱油 小盆中再放入小半勺的胡椒粉 和两勺的白芝麻 增加香味 油温烧至六成热 浇入激发出香味 用勺子搅动下 让其受热均匀 最好只分两到三次 浇入热油 这样香味更浓郁 接着来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小半勺的白糖 中和味道提鲜味 再放入两勺的 蒸鱼豉油提味提鲜 用勺子搅动几下 再倒入小半碗 煮鸡的圆汤 用勺子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哇 这味道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鸡腿凉透后 接着用手吃的方法 先把鸡骨头去掉不要 再把肉撕成大小均匀的块 像这样就可以了 在拌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而且吃着口感还好 比刀切的好吃多了 全部撕好后 装入一个稍微深点的盘中 再加入调好的料汁 用筷子翻拌均匀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看一下这最终的成品 是不是很有食欲 而且很适合不喜欢吃辣 老人孩子和女士使用 这样一道简单家厂 鲜香嫩滑 不心不彩的葱姜鸡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